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常态分配的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要了解一个几率分配 那么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知道了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出了它的一阶动差 二阶动差 那么对于这个母体参数中的 期望值变异数 我们要去找它就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动差生成函数的定义 这边要乘上一个1的TX 这后面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分配的 这个Density function 就是几率密度函数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积分的里面有两个都是Exponential Exponential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预计的是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么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先做一个拆开来 我们这边拆开来 是便于要把这个1的TX要融合在一起 那么继续写下去 这边来说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展开的动作 上面这边展开了 负号还是在前面 好 那么我们准备把这个TX要进入这个中瓜湖里面 当然进入中瓜湖 那么我们这边当然还要再乘上一个2Sigma平方 来 我们继续写了 这边的话呢 乘上一个2Sigma平方 因为外面有负 所以这个地方还要负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有共同的音式 这边都有X这边有一个X 这边有一个2 这边也有一个2 那么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们这个中瓜湖内的这个内容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么我们要利用一个什么呢 叫做配方法 怎么说呢 我希望把这个前半部这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平方 那么我们来看看公式是什么 A平方减掉2AB加上B平方 所以我希望的是再加上一个这个的完全平方 再还他一个这个的完全平方 来我们来做一个 加一个式子 减一个式子 那这个地方还是保留着 那么现在前半部 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完全平方了 这是一个 A减B的完全平方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来做 那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什么 这个是μ平方 加上2μσ平方t 再加上σ四次方t平方 这边都有一个负号 那同学看 这边一个负号 那么这边的话来说 我们跟后面这个消掉了 μ平方消掉了 所以这边来说变成了 减掉2μσ平方t 再减掉σ四次方t平方 好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指数的上面 这个方瓜糊的这个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再做一个整理 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好了以后 变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是很复杂 不过不要紧 因为积分 这是一个积分 这里跟x没有关系的算式 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把它移到积分外面 这样子会比较简单一点 来我们把它这个移到外面去 这一块 那么这个移到外面去 因为底下还要跟着 这个也有2σ平方 对销 所以这个外面的话呢 是2μt加上σ平方t平方 除以2 没有问题 这边指数的部分 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前面了 那么我们下一步要想要做什么呢 想要解出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其实不要我们真的是直接算 我们前面有算过 我们说如果能够符合这个常态分配的 曲线下所为出来的面积 那就是1了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用变数变换来计算 来变数变换的做法就是 令y等于这整个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个是里面的内容 然后除以一个σ 这边1 2分之1 我们不要理它 那么底y就会变成了σ1 dx 现在我们再继续处理这个积分内部的东西 这边来说 这边就变成了负的2分之y平方了 这边还有一个叫做σ1分之1 因为这个σ1分之1 我们要把第x换过去 这边还要多成一个σ 刚好对销这个σ 所以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算式 好那么我们解释后面这部分 这部分是多少 这部分刚好就是1 所以我们的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就算出来了 就是1的2μt 加上σ平方t平方 这个是除以2 那么各位同学不妨把它记住 因为我们在后面将会用到这个章节 这个章节所介绍的常态分配的动差生成函数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常态分配的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轻易的去算出 期望值 变异数 这叫做一阶动差 这个跟二阶动差有关 那么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去验证后面的叫做中央极限定理 那我们这个那个地方用得到是什么呢 标准的常态分配是μ等于0 σ等于1的特例 常态分配我们刚刚算出来的动差生成函数 是多少呢 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 假设我们另一μ等于0 σ等于1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形式 叫做 z的动差生成函数是1的2分之t平方 注意这个结果 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我们在后面的中央极限定理的证明 我们会用到